本次杭州亚运会上如果要问中国女排有哪位新人值得关注 那毫无疑问就是吴孟杰了 21岁的她在进攻方面已经展现出了很好的天赋 如果能够进一步的把技术完善 她将有望开启更大的舞台 杭州亚运会她是中国女排全队球一号码最大的选手 21号 同时她又是球队当中年龄最小的选手 21岁 她就是吴孟杰 来自江苏场上私职主攻 吴孟杰打排球最初的梦想 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入选国家队代表中国女排参赛 我的心愿肯定是为国争光 然后能够站在更高的赛场上去打球吧 今年是吴孟杰实现梦想的一年 她穿上中国女排21号球衣 参加了两项重要比赛 9月的巴黎奥运会资格赛与杭州亚运会 奥运资格赛上吴孟杰在有限的出场时间里 把自身特点展现出来打得充满朝气 她成为中国女排首发阵容外最大的惊喜与期待 看到吴孟杰的表现 许多人不禁感叹 应该多给这位年轻人一些出场机会 对我来说在场上就是敢打敢拼 然后呢在场上能够带动姐姐们的情绪 我因为我的就是技术还不到家吧 然后呢我只能用情绪来就是释放 然后让自己的技术能够完全地展现出来 吴孟杰扣球点高动作舒展 刚出道时有小朱婷的称号 比赛中前后排高点进攻得分 是吴孟杰的拿手好戏 在国内的一系列赛事中 她已经展现出潜力 不过吴孟杰年龄较小 力量偏弱 遗传保障能力有所欠缺 在国际赛场上 这些问题容易被放大 再加上自身伤变的原因 因此在中国女排目前的大赛任务下 主教练蔡斌一直对她保护性使用 尽管如此 今年最重要的两项赛事 吴孟杰都随队出战 足以看出中国女排 对这位年轻人的培养 我还有很多需要我去学习的 向姐姐们学习的地方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个开始 我要争取在以后训练中 加强我各个项目的就是技术能力 等到如果说就是队伍需要我的时候 我能上去就能发挥出来 就是我的想法 杭州亚运会对吴孟杰来说 是崭新的开始 中国女排的两场亚运小组赛 她都是以李盈莹替补的身份出场 两场比赛各得两分 上一届2018年亚运会时 李盈莹还是18岁的新人 如今已成长为中国女排核心 今天的吴孟杰在李盈莹身上 仿佛看到今后的自己 在实现入选国家队的心愿后 从每一个球开始 我都会认真地对待 然后可能我不能说以后怎么怎么样 我只能说做好当下 然后踏踏实实地 把每天的训练练好 然后每一次出球 我都很认真 然后都是 我是想往那个方向去发展的 然后我也会好好努力 然后去往自己的梦想去发展 然后自己就会传理一副吧 谢谢大家